在上海参加活动 《龙门飞甲》曝光了部分剧照 其中范小萱的变化让人惊讶 其实也不是我选的 是导演老爷选的 他觉得可能在龙门里面 他想把每一个人的形象 都弄得不一样 都跟平常大家看到的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被反转了 在电影《龙门飞甲》中 范小萱饰演的苏慧荣 温柔似水楚楚动人 这个人物与他以往饰演的角色 以及本人个性有着很大的差别 面对徐克布置的这一道难题 范小萱起初很不适应 其实从出道到现在 我尝试过很多种的造型 然后就还蛮多变的 那像这一种倒是 我自己也会觉得是一个挑战 也蛮新鲜的 范小萱多年来专注于 音乐方面的发展 但他并非没有演戏经验 在电影《猎人戏语》等影片中 范小萱都有个尝试 不过此次在沙漠中拍摄《龙门飞甲》 还是让他对演戏有了独特的体会 这什么东西 整个生活作息跟我平常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是野猫子的人 可是开始体能训练的时候 或者是拍戏整个是 可能要非常早起啊等等 那这些就不要需要时间适应 只是说在沙漠那边拍戏 所以那个皮肤真的要很照顾它 因为风沙每天都非常的大 然后回去洗脸的时候 都好像每天都在用磨砂膏 一洗脸全部都是痛的